國會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國會議員趙景榮接受本臺專訪時表示 民主國家的議員由民眾選出代表民意 國會議員莊文浩回應說 他會將中共對他的制裁視為榮譽徽章 趙景榮指出中共這一報復行為 是對民主國家民意的威脅 新疆人權法案將對那些施暴的中共官員進行制裁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表示將繼續捍衛人權 加拿大外長馬克·加爾諾在聲明中說 中共的制裁是對民主體制國家透明度和言論自由的攻擊 加拿大最大的反對黨保守黨領袖奧托爾發表聲明 呼籲全世界關注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 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珍也在聲明中表示 支持國會議員莊文浩和人權委員會 並強調不會因為中共的恐嚇而保持沉默 新唐人記者李威安妮 加拿大沃泰華報導 公平 天津 傑友 努力 協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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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平 海津 革命 協力 協力